剛剛惠婷跟大家講 現在此時此刻就是1085 感覺衝到1100還是有點困難 但其實盤中的時候 它最高到了1095 就差這麼一點點 到底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衝過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過去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是外資來割這個韭菜 韭菜就是我們這些散戶 但現在不一樣了 是散戶來割外資 原因是因為現在小股民 當時在上禮拜五 不是有衝到盤中1100嗎 但收盤1085 所以這才會變成我們剛剛說的 要衝破1100的大關 但小股民對他們來講 有賺錢比什麼都還重要 所以要先落袋為安 光是統計下來 上週有台積電 3.79萬的股民來下車 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拉長 兩週好了 將近有7萬名的股民來下車 那網友當然說 這散戶割外資 我們到了900多再買就好 法人也說短期利多出境 對於小股民 我趕快把錢放到我的口袋裡 比什麼都還重要 但是包括了美國的外資 還有相關的專業單位 還是非常看好台積電 認為會到1500 所以大家可以特別的來留意 現在不僅僅是股價 現在台積電也遇到了諸多的挑戰 挑戰一是什麼 現在傳出美國商務部 對台積電展開調查 原因是因為 它竟然向華為輸出AI的晶片 大家聽到這個地方 台積電怎麼可能 所以台積電第一時間已經說了 我是遵守出口管制的法規 有完備的機制來確保合規 而同時台灣的半導體商也說 AIT其實盯我們盯得很緊 而且台積電訂單接不完 不敢也不用去踩美國的紅線 沒有一個商人會傻到 會拿石頭去砸自己的腳 但是現在美媒PCMAG他就說了 中國或是透過其他國家 他直接點名了一個國家 叫新加坡 等多國去繞道買晶片 台積電恐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牽涉其中 而且不單單只是一個國家 他或是新加坡之外 再透過其他國家 等於是一層一層的方式 最後進到了中國裡面 但這個調查 現在美國商務部說 只是一個初步調查 所以也請這個投資的觀眾朋友 可以不用來擔心 我們看到了第一個挑戰 我們換到下一張 看到第二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關鍵魚在哪裡 這是陳鳳馨他點出來的 他認為說 儘管魏哲家跟大家講 AI的需求現在非常的瘋狂 但是同樣瘋狂 同時就是一面雙面刃 陳鳳馨的說法是說 一旦市場的需求冷卻 就會衝擊台積電的獲利表現 好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意思是說 現在台積電的所有晶片 都圍繞在AI上面 但是AI的這個所謂的 獲利的終端模式 他們現在是擔憂的 你一旦擔憂之後 其實投資者 可能會有一點膽怯的感覺 今天一膽怯 你的買變少之後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台積電 如果你的訂單沒有那麼多 當然會影響到他 所以陳鳳馨指的是這個 第二點是 好 扶不起的阿斗 叫什麼名字 叫做Intel Intel美國幫了他多少忙 幫他去補助 幫他去做一些相關設施 但是他還是扶不起來 最近有很多要不要收購他的訊息 對於美國過來說 我只好勤了你台積電了 既然在亞利商道中 你已經幫我創了一個場 會不會也有第二個 或到第三個場 甚至我再把你的產能再提高 你來我美國之後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擔心Intel了呢 就算真的發生了 這個中國打來的這個危險性 跟我美國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就是所謂地緣政治的衝擊 我們台積電是吃素的嗎 當然沒有 我們優勢在於哪裡 第一個領先對手Intel跟三星 關鍵就在於他們的良率太差了 良率太差的情況之下 你一個買家都找不到 找台積電就對了 而且台積電不斷的在加強 它的技術人才 職業道德 還有這個優化體系 光是他們研發的費用 每年都是好幾百億 讓其他人都看不到它的車尾燈 尤其幾個分析師有提出一個關鍵 如果真的發生了台海戰爭的話 對於中國來說一定是氣傷犬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彭博社說的 台海若衝突 第一年全球GDP將下降10% 比新冠疫情下降5%還嚴重 甚至你自己可能也會 GDP重創20%左右 不管如何 台積電就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大家要多多支持了 在我後方 這個左營高鐵周圍附近的 一個指標建案之一 它是屬於先建後售 主要是因為建商看好了 台積電效應屬於洗手 也因此在蓋好之後 預估它的價格 一坪上看60萬 房子慢慢蓋 不急著出售 左營高鐵周圍建案新現象 是想跟台積電 男子廠房一起蓋 蓋好再賣 這個建案動圖時 當時周圍新屋房價 僅一坪40萬左右 未來可以賣到一坪60萬元 因為周圍的預售屋 很多都已經是這個價 四十九到六十二 你說一坪62萬 對 小坪數的吧 那是小坪數 區段唯一執政宅 銷售當天就有數十人下訂 現在小坪數寥寥可鎖 在高雄左營高鐵站附近的建案 都主打到台積電很方便 像台積電男子廠工程師 還有周邊的設備商 供應商招手 台積電那邊轉機 大概11分鐘 對 主要是我們還在巨蛋的商圈 然後我們離高鐵也進 左營高鐵周圍建案搭上了台積電 概念防售會 房仲也發現 只要是台積電設廠的行政區 四年來房價 皆有超過兩成的漲幅 台南新市 今年一到九月 平均成交單價29.8萬元 四年來房價漲了144.3% 新竹縣寶三鄉 今年一到九月 平均成交單價30.1萬元 四年房價漲幅也超過了100% 高雄男子嘉義太保四年漲幅都超過七成 台積電這區域附近的這些行政區 它的房價並沒有很明顯的一個下修現象 那男子這邊的房價也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所以又上升了一個現象 台積電設廠的行政區有剛性買盤 另一方面想換屋的民眾也會認為 有台積電加持房價不跌的機率高 即使央行打房詢問度依舊不減 東森新聞 崔向一代捐載高雄報導 在5號方是台積電的男子廠房 在這裡目前有三座2奈米的廠房 而接下來還有兩座正在進行環評 台積電總共在全台會有 七座的2奈米的廠房 在高雄就佔了五座 巨株輕重 台積電時尚一代製成最多廠 明年就要量產的2奈米 客戶爆棚 廠房加緊趕工 高雄男子首座廠年底裝機 2奈米未來需求將高於3奈米 戶國神山台積電先進製成 進入一個人的武林霸主局面 還讓高雄的半導體產業 變成台灣的第二個系頓 高雄即將成為全球最先進 2奈米製成的一個製造基地 這個當然也會影響到整體 包括在整個AI驅動的產業發展 系頓理論指的是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果受到威脅 將嚴重影響全球經濟跟科技發展 5座2奈米廠在高雄 鄰近的南科台積電 有一半營收都在這生產 這裡也有很多半導體廠 讓這個區塊成了重要的半導體生態系 台積電高雄男子廠到高鐵走路 就可以到交流到野境 再吸引更多大廠牆的跟進 區塊重要性 男子靠台積電轉股 房市顯見 上半年高雄市的房屋 買賣移轉動數23879棟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2% 其中男子就達2977棟 年增89% 近期央行打房量縮 但是價格未跌 房仲分析是靠台積電撐住房價 預售屋賣的也大多都是未來價 房價較不易有下跌的理由和空間 房市外預估購買力也會暴增 鳳山接連兩個購物中心陸續完工 高雄車站改造後 商場這兩年也要開幕 所因包含意想天地的B館 聯商 餐廳賣場 還有富邦開發案的漢神百貨 都向台積電工程師招手 年底台積電1500名工程師就會進駐 被視為第二系頓的高雄半導體產業 將破警而出 東森新聞羅金奇林 程雅大軍在高雄報導 台積電現在是被拿來跟播客下相比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在形容說好像這個股神巴菲特 是不是他有一點失算了呢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過去包含了巴菲特 其實還曾經投資過台積電 但是現在我們的台積電用成績來證明 它也正式透過了這個公司的市值 也正式超越了這個播客下 所以我們透過了數字的排行 要帶您進一步來看到 現在整個全球全幾大的公司市值排行裡面 你可以看看包含了蘋果輝達 而我們的台積電就在全球第八名 現在它的整個市值已經突破了 1.067兆的美元 尤其看看第九名是誰呢 就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播客下海瑟威 現在整個排行已經大洗牌了 而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扯到了股神巴菲特呢 現在被形容說他真的失算了吧 因為巴菲特過去其實曾經在2022年的時候 首度買進了台積電的ADR 當時的金額還投入大約有41億的美元 所以他投入到了台積電的時候 其實確實也造成了台積電ADR 有一些小小的波動 但是後來就被形容說明明過去 他都是長線經營的 怎麼會在投入台積電的時候 好像是短進短出呢 短短一季他就出清 所以被形容說 過去啊 巴菲特的名言就是說好的持有10年呢 因為他過去曾經說 如果你要持有一個股票不到10年的話 那麼你連一分鐘都不應該持有 所以當時就被酸說 他不是說好要持有10年嗎 怎麼會現在透過這個數字呢 也被形容說他真的是失策 因為現在台積電用數字告訴大家 居然市值已經突破了兆美元 而且也再次登上了這個前八強 而對於台積電來講 下一步到底應該要怎麼做呢 其實現在包含了外資 整個目標價也上升 來到了1600元 所以世界各國現在都說了 台積電半導體的產能 必須要持續的擴大 所以現在可能進行了擴產的競賽嗎 不只是歐洲要設廠 包含了德國 甚至未來可能包含了捷克 都有可能會設廠 以及包含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現在像是台積電 三星都傳出 未來有機會在這邊來設廠 而且整個投入的金額 可能會超過新台幣3兆元 所以大家真的看好AI 真的看好了半導體 會持續的進步 因此現在台積電的市值 已經突破了1.06T的這個兆的美元 那麼未來有沒有可能從前八大 進一步來到了前七大呢 前面有誰呢 包含像是輝達 亞馬遜跟META 尤其第七名現在就是META 它的市值是來到了1.45T 所以被形容說 雖然目前看起來 第七名跟第八名 好像相差大概有84成左右 但是現在被形容說 其實台積電 未來整個半導體AI的產能 還是持續非常的瘋狂 所以套一句魏哲家的話 AI現在才準備正要開始